重点在这个就是二维阵列 这我想我们前面都做过了 再来取得时间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除了用那个 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另外也可以用new一个这个匿名物件 new一个date.get time 那丢给这个地方也可以 那后面也是一样 那你会发现计算出来一样会要除以一千 因为是毫秒为单位 所以二维阵列应该没问题 二维阵列 然后取得时间输出 另外跑回圈 回圈的部分的话 中间加判断 判断的话多一个这个 就是有没有判断 就是大小写 大小写部分是不是要区隔 然后取得最后判断 那如果正确的话 这边要加 加一的意思 最后输出 其实基本结构的话 应该很一目了 因为里面的话 前面我们都做过蛮多练习 阵列 一维二维嘛 那多维阵列没有做过啦 不过多维阵列 既然用的比较少 但还是用的到 所以你如果要再多一维 这个后面再加个第三个中刮糊 它就变成三维阵列 可是那个复杂度就会变得非常高 那时间我们前面也用过练习 然后for回圈 OK输出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那这里的话 我们是用那个scanner来做 所以我这边也做了一个改版 那改版部分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是你可以用input input的 然后output的用match dialog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改的部分呢 就是把那个原来scanner部分 把它去掉 这scanner我是把它mark掉了 用一个ctrl加斜线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需要用 但是我取代是用一个jx 就是一个extend的一个swing 视窗元件jrc pen 然后其他都一样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jrc pen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换航的部分 我是用那个斜线跟跳脱支援 这个地方 那其他的话 showinput dialog 取得使用者的第一题 第二题 那这边把它稍微做个改写 改写完之后呢 show出来就会是 这个jrc pen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你要输出 将来要给其他人 在windows里面使用的话 那就是直接 在那个jrc pen 这个版本 按右键 前面有讲过 汇出 那汇出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可知型的jr 按下一步 然后配置地方 把它改一下 改在我们 我们的那个题目上面的配置 我那一 这一题是110 那110 我也有这么多 110 ok swim的版本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输出 这样的话呢 将来 这一个 比如说你这边 就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 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单字测验 那输出之后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jrc pen 寄给人家 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他就直接可以run 单字测验 或者甚至 我有讲过嘛 ID很多啦 全名音简 或者什么多译啦 或者只要有英文单字的 其实都可以做成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 视窗的版本 你将来也可以改成 APP的版本 那其实后面 隐藏着 我觉得商机值还蛮大的 早上跟各位讲过 你说行动装置这么多 自卫音手机加平板 我想早期 可能有一支 自卫音手机 就算少数了 现在可能有一支 自卫音手机 还不够嘛 可能要也来个平板 对 所以有 自卫音手机 有平板的人 应该越来越多吧 像我自己就好几个 像我大概平均 每半年 会更新一次 自卫音手机 所以我不 我不会买最新的 当然我会买次新的 然后 平板我之前也买过 可是我发现手机跟平板 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要交换 所以后来我就买 像我后来买 我就看到那个 华硕的那个 那个手机变平板 然后平板又可以变笔电 我就觉得很炫 所以后来我就买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我先买自卫音手机 我再买平板 然后再买 它有个底座 加在一起 就非常的棒 所以现在 我出门就是带平板 那如果长时间用的话 我就把那个键板也带 因为键板底下就是一个很大的电池 它插上去的话 一整天都不用充电 所以我手机没电没关系 就放进平板就开始充电了 所以就看啊 如果说我只是 只是像一天的时间 我就带平板 如果我可能两天以上的话 我就把键板也带着 那等于就是一基多用途啦 当然它的缺点是说 如果你要跟Windows环境比 这样不能比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 它本来就不是那个Windows环境 所以它 但是我有个用途啦 我会用一个就是 就是远端遥控 有一个那个 TeamView TeenViewer 对 TeenViewer 在Android有个版本 那我就可以用那个 TeamViewer 然后因为我家里电脑 公司电脑都会开着 然后我就用远端遥控 所以我也是随时也可以去遥控 也可以去使用 也没问题 那之前又要解决什么 在Mac电脑上面 要用一些Windows东西 所以我也在Mac上面 装一个TeenViewer 所以任何地方都有TeenViewer 比如说我今天用Mac用Windows东西 那我就用TeenViewer去遥控 Windows环境 也是可以远端去控制 只要是现在速度不要太慢的地方 我是任何环境都可以 都可以遥控得到 所以就改变一下 多多方便使用 因为不要被环境给绑住 这是这是必要的 尤其是Windows 大概也没有几年的好光景 所以我的预测 因为我感觉真的是 就是说因为真的有的时候 你没有赶快转的话 你会发现 为什么你的感觉 你的景气变差了 其实我觉得景气好坏 应该跟你 有没有跟对潮流 有很直接关系 因为你跟对潮流的话 其实没有所谓的景气好坏 反正一直都 你说智慧手机会景气不好吗 对不对 你看你身边有人把智慧手机换回智障手机吗 应该不会吧 可能他说他哪一天突然换一支智障手机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智慧手机的世界里面没有复古 应该没有复古 只有越来越轻薄 效能越来越高 然后更炫更快 功能更强大 可能也许他现在影响力只有在手机平板 未来在任何的家电上面 其实都可以看到他的踪击了 像现在电视慢慢也会被智慧化了 有没有 家里的电视 所以下一下一波革命 那家电很多其实都会被影响 所以这部分的话还好汽车也会被影响 所以现在只要有关这方面的控制 那我们输出的话 就是把它输出之后按储存 那这样的完成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在window环境下也可以run 其实不一定在window环境下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在Mac上面不会run 你把Jar檔放到Mac上面 或者Linux环境下能不能run 基本上只要有Jar檐环境应该都OK 那另外再来就是说 我们早上有提过那个日期的计算 这个也是常常会遇到的 日期的计算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有需求 所以在这个考题里面的那个310 也有讲到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 我是把它改写一下 输入年月日 比如说我的生日是1981 10月14 中间加一个斜线 我们输入之后会加一个斜线 然后斜线读进去之后 我要能够怎么样呢 利用斜线帮我把这三个字串 把它变成放在一个字串阵列里面 然后再跟现在的时间做比较 这样我就知道这个日期是几岁了 按确定 您的实际年龄是32岁 那这样就会要跳出一个日期 这个年龄出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sample 你有没有办法 这其实前面都讲有讲过吧 第一个就是怎样 这我再弄一次 其实第一个出现年月日 你就输入一个 然后日期要正确 984 10月2号 中间一定要斜线 然后确定之后的话 也是一样 会跳出一个年龄 那里面的话需要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再来看这一题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 你要想到 我要能够怎么样 把字串先切 那中间会有个斜线 利用斜线 那斜线 把它用那个 这个Split的方法 然后切过来之后 你要接 接的话必须给它一个 智串正列接 智串正列接出来 就会有一二三 有三个资料 就是年月日 那你有年月日之后的话 你再跟系统的年月日做比较 这样的话 输出就会是一个正确的年龄了 那这一题也是证照考试题目 这是310的题 310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是 但是310不止这样 310因为我把它简化了 因为310更复杂 310是要建那个Swing 我看一下310 我之前写过的 310 这是310应该是这样 就要跳出一个什么 跳出一个Swing 年月日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有点类似 那个Windows的视窗设计 会跳出一个Swing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自己这边输入一个年月日 按计算结果也是这样跳出来 只是主要是这个 因为这个现在对各位来说还有一点难 所以我们先跳过 先用那个切斜线的部分来做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把刚刚这一题先完成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输入一个正确的一个日期 然后再做一个判断 你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你的税数是不是正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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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